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一口设计之美 谈的就是这一口设计的哲学、思想、美学等等之后背后的技术以及方法 那么在这里一样的我说明了,我已经应用了七个这个范例来当一个背景 让你了解这个我们在EIT以及这口设计的一个应用的场景 所以一开始呢,走重点在这个软件的部分 在上一个回合呢,把重点放在扩大到这个硬件 在这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回合里头呢 我们要继续的把它扩大到整个网络的世界 就包括呢,微信的移动互联网 以及电视为主的家庭互联网 再把它整合起来 OK 那之后到最后一个单元的时候 又会把它扩大到整个云端 两边也是独立发展的 这个BGVC特别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在前面的例子有说明过iPhone跟Android电视 它是两个独立成长、独立发展甚至有一点敌对竞争的平台 但是我们用一个很巧妙的EIT的造型 就能够把它剪接起来 同样的今天我们的整个电视机产业 整个家庭、智慧家庭、智能家庭等等的 它是独立成长的一个产业 同样的微信移动互联网也是独立成长的产业 但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两个很大的这个产业 背后是各自的一个网络的体系 一个是移动互联网 一个是互联网 那么这两个怎么用EIT去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你就会越来越觉得EIT真的很神奇 OK 其实一点都不神奇 一点都不神奇 从这个图当中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有个J口罗 对不对 看到这 这里隐藏了一个J口 既然找到了J口呢 那就是I罗 我们的EIT就回上用场罗 那找到了I 那么我们也会来找到配角E罗 那么也会找到这一个另外一个配角是T咯 OK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就是寻找I 在网络也有I 软件也有I 硬件也有I 桌子也有I 处处都有I 所以用EIT来看宇宙的世界 不只是看软件的世界 OK 看硬件的 看网络的 通通可以 所以呢 微信提供了这个J口 提供了J口 连接到数亿个移动终端设备 目前应该已经有5亿了 有5亿个终端设备 因此呢 这就是移动终端的I 就是微信 它连接到这个移动终端的这个I 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OK 那这个手机可以透过微信 来传送信息给别的手机 给别的手机 同样的这边也可以到过来 透过微信 传送信息给猫咪 都有可能的 那么之后呢 还可以让猫咪跟人 跟这个其他的设备 来共同的来交换信息 来共同的推送信息 甚至共同的来做一个平台 来做商业的用途 来做开会 讨论事情等等的 那这整个就是叫微信平台 那它依赖的就是这个I 就是这个I 然后 一样一个I 接到无限数一个T 数一个T 所以呢 微信平台就半连E跟I的角色 各移动平台就是半连T的角色咯 所以这是E 这是I 在这个位置 然后 这是T1 T2 T3 OK 就这样子 这就是用EIT 来看这个微信 OK 然后呢 在这里 特别强调一下 我们 我们多说 它是移动互联网 意思 它是一个网状的结构 在我们看起来 这个是 大家手机 一大堆的手机 互联互通 所以呢 在我们观念里头呢 这个 它连它 它也可以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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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一个网状结构 但是 我们不管它是不是网状的结构 我们只看到I的时候 会看到数状结构 这说明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实际的世界 它可能是网状的结构 但是 我们用了EIT之后 会让你在你的心中 在看这个微信的时候 看出来 是一个数状结构 那我这要用一个比喻 这个真正的太阳系 到底它是不是椭圆 没人知道 到底真的是不是地球 绕太阳跑 所以真的 现在也叫做 这个地心说 或者是日动说 或者是地动说 还只不过是一个学说而已 因为没有人可以去证实 这件事情 那是 依据这个 我们依据椭圆 依据牛顿的 力学的角度 来看这个太阳系 只有看出来 是九个头元 而且地球呢 依照力学的原理 绕着太阳在旋转 那么 这个是 真实的世界吗 不一定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 人们心中 对于复杂的太阳系 我们在心中 所建立出的 这个 想法 这种模型而已 所以 这里说明了 这个微信 微信 这个本身 到底是不是 一个树状结构 像长得这样 叫树状结构 还是一个 网状结构 基本上 大家都会认为 它是一个网状结构 因为 叫做 移动 互联王 对不对 但是 这个 到底它 真的是什么 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重要的是 在我们心中 怎么去看待它 有了EIT之后 我们看待它的是一个 简单的树状结构 那么 依照 这一个 经济学的 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叫做 Simon 叫做Simon 他说 我们要造的系统 不管是人造的系统 或者是 自然界的系统 几乎都是 建立出来的 一个 有机成长的体系 稳定成长的体系 几乎都是树状结构的 因此呢 EIT 可以协助人们 去看一个复杂的系统 看出来它是树状结构 因此呢 它就可以继续的 把这个树状结构 把它组合成更大的树状结构 OK 那 什么叫做树状结构 那如果你对软件稍微熟悉的话 你应该知道 这一个XML 就是 XML本身就是一个数据结构 也就是一个数据的造型 这个 XML它是一个造型 但是它用树状结构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XML里头可以有小的XML可以一直组合 所以 人类 就是 到底这个数据结构 是网状的 还是线状的 通通不重要 当我们 把这些数据 把它放进去XML 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里头 那我们就可以 把XML 一直组合组合 以数状结构方式 组合出一个巨大的体系 那 这样子 在人们的心中 会是最简单的 也就是 我们在 心中 要把原来外在 可能是复杂的 网状结构 可能是 更复杂的结构 把它简化成为 这一个数状结构 就像我们用XML 把复杂的数据结构 转变成一个数状的 XML结构 然后用数状的方式 把它叠成巨大的 多层级的数状结构 这样子对人类 在对软件上面 是最简单的 在软件开发上 是最简单的结构 所以呢 我在这个地方 也特别要强调 就是 无论你是物联网 还是互联网 我们都可以用EIT 来建立你心中 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是一个数状结构 所以在你心中 就可以把 微信数状结构 加上 这个 智能家庭 的数状结构 把它叠成 两层的数状结构 因此呢 简化了 我们对世界上的认知 我们 因此呢 我们就 对于复杂的世界 有更大的掌控能力 也不会害怕 OK 所以呢 这里在说明的 一个微信平台 定义的接口 来连接数一个 移动终端 好 那这是针对手机咯 那我们现在 既然这边 有一个移动终端的I 是不是这边 可以再创造一个 不移动终端的I 所以变成有两个I咯 OK 所以一个T 一个E 可以有很多个I 就像一个 麦当劳的餐厅 可以有很多窗口 一个是针对 在室内 这个吃饭 的这种窗口 服务窗口 一个是针对 开车来的人 的服务窗口 所以 这个 麦当劳 有两个窗口 同样的 这个微信的I 也可以有两个 不同的I 那我们就在设计一个I 叫做 针对 这个电视终端的I 那包括有 G顶盒 包括G顶盒 包括电视 OK 所以有这两大类 一个是T1 一个是T2 然后这边 也是一样 接口在这里 构成一个 树状结构 树状结构 OK 所以因为 我们对于微信 在手机这一边 我们已经认为 它是树状结构 所以 我们自然会 再想到 设计出一个 新的树状结构 来连到 我们的电视机 跟机顶盒 OK 所以微信平台 扮演的E跟I 各家庭里头的 智能电视 扮演的T的角色 OK 就是变这个样子了 这是家庭 这是电视 这是家庭电视 所以我们把 微信 移动互联网 准备 跟家庭互联网 做一个 完美的 衔接 那 也是透过 EIT 的概念 来做一个 衔接的 好 那么这个 微信属于移动互联网 智能电视属于家庭互联网 所以藉由EIT 因为两边都有EIT OK 藉由EIT来思考 这两边的组合 两边的组合 非常简单 因为EIT是树状结构 所以 两个EIT 就建成两层的树状结构 就这么简单 在这里头 这里头 从微信对驾 对电视 是一个EIT 是一个树状结构 电视机 在街道往下 如果呢 这边很多设备 家里的设备 如果这个也是EIT 那这叫做两层的树状结构 也就是两层的EIT 所以 两层的EIT 就是两层的树状结构 因此呢 我们就建立出一个 这个诺贝尔奖得主 Simon所提倡的 就是人 如果在造系统 要能够稳定 要能够稳定成长 要能够 人类的控制力 长功率最好 那这样的一个体系呢 最好是一个树状结构 那我们也证实了 在XML 就XML这边 我们在 大家都可以了解 XML本身 就是以这个当成一个造型 一个造型 那里头呢 有两个要素 一个要素叫做Content 一个要素叫做Tag 叫做Tag 所以在把这个XML 把它组成一个 多层级的树状结构 那人类 在数据结构上面 XML用得很漂亮 同样的 我们也是用EIT 来对把微信的移动互联网 把它 想象成 一个树状结构 然后再把电视机 家庭的互联网 想象成一个 以EIT的角度来看它 看它是一个树状结构 然后呢 就把两个树状结构 串起来 就变成两层的树状结构了 未来还可以再加更多层 那这样子 我们建立出来的这个架构呢 是最可靠的 最稳定成长的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 那接下来 我们到家庭里头有各项各 各式各样的冰箱电表闭灯等等的 都是连接到电视上 因此呢 这个叫做EMI 因此呢 这个又变成一个EIT 这变成EIT 冰箱电表马桶都变T 那电视本身就变成EMI 因此呢 就 这里是一个树状结构 那这上面 又是一个树状结构 这就变成两层的 树状结构了 变成两层的树状结构 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个是 这个 这个部分 是 微信的EIT 或者指这边也可以 这是一个EIT 这个是电视机为主的EIT 因此呢 变成两层的树状结构 所以把两个原来是很复杂的 网状 的一个 结构体 应用 EIT 去看它 我们就看到出来 它是两个 树状结构 因此呢 就 引导我们 把两个树状结构 串成一个 两层的 比较大的 树状结构 那么 如果 在你的心中 没有EIT 那么在你的心中 这个微信 它是一个网状结构 那么 那么在你的心中 这一个 啊 家庭的物联网 也是一个网状结构 那么你就 不会引导你 去思考到 把它 建出一个 很简单的 树状结构 网状 所以 这一切 并不是 把这一个 实际的系统 去了解 它是什么结构 而是关键是 你用什么样的角度 去看它 我只强调 因为 你是 用 投元的角度 去看太阳系 所以看出来 才会有九个 投元 OK 所以你就觉得 太阳系很简单 如果你用别的方式去看它 可能会变 复杂了 在你心中变复杂 同样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 EIT 用一般的 网络的思维去看 那么微信 可能是一个 很复杂的网络结构 那么 可能看出来 家庭 物联网又是另外一个 复杂的结构 你可能会 看到了 一家庭有一个网关 如果你今天假设 在这个图上面 不是电视机 而是网关的话 那 很可能就串不起来了 所以 这个EIT 可以引导我们 去找到接口 因此就建立了对接的 一个基础 然后再找到 E跟T 因此呢 就可以引导你去 以 树状结构 去看一个 复杂的系统 好 那么 当你看到这一个 啊 树状结构 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 别的树状结构 把它对接了 你就会发现 哦 原来 就是你现在 所看到这个图呢 并不是真正的世界 本来就这样 而是 我们 设计出来的 而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是依照 EIT 来设计出来的 OK 那 这样子 是对于我们 整个 产业 都是有帮助的 因为 这个体系呢 它会 无限的成长 会 独立的 繁荣 OK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